我就不喜欢赵雷 长得不好看 像说得不好 歌唱得还烂 大碗 那你黑我 那我也没办法 我不会打破任何标签 我想走好每一步 新 EP 上 这个三首歌里面 有没有哪些歌词 是让你特别有共鸣的 就是那句小巷里的丫头 给我一个蓝色的天空 有点像我那会儿 就是十五六岁 其实那时候懂什么叫我 可能我比较纯真 要真不要脸 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 我那种那种爱情吧 有可能是暗恋 有可能是从小一起 就是是玩到大 但是可能这个男生的心里 对他有那种爱 女生是完全没有的 我认为他就是爱情 其实根本就不是 人家不喜欢我 我现在这种爱情的复杂 可能我还没有这么深深地体会到 这每天早起 晚睡 累得跟那个什么一样 我哪有功夫啊 那你觉得这是一种成命之后 或者说成为艺人之后的一种缺憾吗 不是啊 谁说的成为艺人 你就不能恋爱啊 为什么呀 我感觉是不需要瞒 而且我瞒我也瞒不住 对不对 对不对 有喜欢的肯定就有不喜欢的 肯定就会去质疑你的这个歌曲 凭什么张丽一发歌 大家都得喜欢听啊 就必须听啊 对不对 谁会听的 有捧的肯定就有质疑的 就是我妈那会儿总说我 说没心没肺 出了事了 你怎么面无表情啊 你吃的香你睡得着的 可能我遇见了这件事情 我闹啊 我哭啊 但是我知道我那样做是没有用 只会浪费我时间 我会坐下来 我可能就是我自己 我来想想 这件事到底是不是 是我错了 还是别人错了 我现在 我再说 我蒙 我不知道没缓过来 那我纯属装 但是当时的时候我真是蒙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 这个清水盒在某个软件上就火了 就微博的粉丝就蹭蹭的往上涨 我说怎么回事啊 就是有时候回到家 我说妈我是蒙的 我说怎么就突然间这样了 我说可能两天心专劲吧 我超过一年可能 我那会儿没有 我没有粉丝 没有人知道张丽一的时候 我非常的开心 那会儿就是每天 我也是小剧场每天每天地演嘛 起了之后 然后叫郭麒麟起床 然后我俩开着车 去小剧场演出 然后逛一逛后海啊 然后回家 就那时候我就感觉全世界没有 那会儿没有比我再幸福的人了 有人说啊 你说你有一天不火了 我说不火了又怎么着 我说我不火了 我到八十岁 所以我还是干着我自己爱的东西 好人见尚见 柳夜耳舣把那天 旧被窝 当所有的灯全都亮起的时候 我走上台 那时候哼呼声让我 让我死在台上我的愿意 我不在乎 我不会打破任何标签 我打破完了之后 他们还是这么认为 我觉得没有用了 做我自己就行 我张一磊我很红 你赶紧采访 我一会还要休息 我很红 何不 但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都认识你张一磊 不是 你并没有达到那个 但是你要是真认为 真自己认为 我就是那样 那是你自己 把自己就毁了 去年采访我就这么说 我想走好每一步 其实我可以 一下到那个 我站不稳 就从说话吧 我说出每一句话 我能像以前 我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现在不行 那现在会顾及很多吗 可能一个小玩笑也不敢开 面对大众的时候 我还会开玩笑啊 但是你得有个度吧 对不对 我不是公众人物 你跟人开玩笑 你得给我度吧 是不是 做偶像派和做实力派 哪个会更难呢 我不想吃青春赛 一开始我是看我脸来的 我会从心里 我会反感 我就感觉 我只有一张脸吗 我只有一张脸吗 我什么都不会吗 但后来我觉得 那有什么不好的 其实有时候 我想为自己说辩解几句 发点东西 好像我觉得没有用 根本就没有用 这个90后老艺术家 这是师傅跟我记的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唱太平歌词 就开始接触这些东西 你觉得你的实力够得上老艺术家这个词吗 就是这么叫 老艺术家等我到八十吧 我内心 是住着一个老艺术家 我比老艺术家还老艺术家呢 端着茶水 穿着水库 穿着布鞋 现在想象深的状态或者水平更满意还是过去几年 我更满意现在 以前说张脸的风格在台上很夭着 以前我可以怎么我可以这样 我也很享受 但是现在我不喜欢了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觉得我丢人了 你觉得发生这个变化原因是什么 就是对相声的理解成熟 好多人说我现在上台比以前稳 后来我自己看了一下 以前我上台的时候 恨不得早上一聚完工就这样了 现在我不喜欢 我喜欢聚完工 先说几句话 一点一点一点再把它们带入 就说张蕊蕾一夜爆红 就是我说哪一夜啊 我这一夜之前我们都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 你只是看到我红 看到火 但是之前呢 郭麒麟怎么就红了 不就减完肥他红了吗 帅点他红了吗 但是你知道郭麒麟付出了多少啊 一个人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就被大火知道 他肯定必定得有他的原因的 你不要利用这个东西 我特别讨厌利用相声 有喜欢的就不喜欢我的 我就不喜欢张蕊蕾 长得不好看 相说的不好 歌唱的还烂 我就看他就恶心就想吐 想吐你可以去医院 你瞎要大夫去 对吧 对吧 就是很正常啊 那你罢我 你罢吧 那你黑我 那我也没办法 谁说黑粉不叫粉 黑粉也是粉 就是你的粉丝里面对这些黑粉的攻击 然后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你有去了解过吗 他们真的很生气 我在台上我说过 我说我都不生气 我说我说你们生气什么呀 我说你看我都好好的 我说他们还哭呢 还哭呢 我说你别哭 我说他黑他的 我说我呢该说相声给你们说相声 我该唱歌唱戏给你们听 我说开开心的不挺好的吗 就13年6月份发了条微博说 感觉自己很累很痛苦 那天我好像去 不是那一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多事情 那个时间我好像感觉就跟走背刺似的 我干什么什么都不顺 看下面有一条评论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 那时候的小编不开心还可以说出来 但现在不能了 我现在要发一个 可能上个搜了吧 张磊是不是 为什么不开心 跟杨九郎俩人要分开了 俩人吵架了 那个德恩社谁谁谁欺负他了 肯定就会往歪了响了 我犯不上 你当时第一次看到台下影光棒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吃惊 特别吃惊 那会儿在第一次看到我跟杨九郎上去之后 我俩都是傻的 他也傻了 我也傻了 也有意思 吴梁江的声儉 然后我和杨九郎上去 然后是想要跟你说 帮你了 你得不强 因为我还能说相声 清水河我不唱了 但是我相声不能不说 我相声是必须要说的 清水河我可以不唱 相声不能不说 我连一个人的观众我都演过 我怕什么呀 就让我放弃相声 那就完了 我可能 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 不敢 我记得有在澳洲 澳洲广华人超市 然后呢 我说华人超市 我说没事 我说澳洲的华人 哪有认识我的 然后我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我刚到了一个买菜的那 就是买蔬菜嘛 一个女人过来之后 她都快贴在我的脸上了 这张云雷吧 我说 我说都是我整容整的挺像张云雷的 你看我像吗 整的还真挺像的 然后给我气乐了 你知道吗 那后来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 没有 我就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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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